如果你把聚集錄製完之後 我是建議你可以在程式的上方 每一個動作的前面先加上註解 比如說我們剛剛的那個固定的步驟 大概就是我們先新增工作表 所以第一個動作 你會發現它底下就幫你產生一行程式 Shits.add 實際上新增工作表 以後如果你不會寫的話 你可以拿這一行補上去 它就新增工作表 再來的話呢 新增那個Pivot Cache 所以底下這一行 一直到哪裡呢 一直到這裡 這一段 基本上就是叫新增那個Pivot Cache 就是剛剛那個快取的部分 再來就是說 第三個動作是 樞紐分析表 產生那個縱向的列的部分 其實wish到wish 本來它的wish是會是在上面 所以其實當然如果你加上註解之後 你就會比較清楚說 哪個動作到哪個動作 所以這一段 特別注意 本來第三是這一段 那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加了註解之後 把它搬到下面去 就比較不容易出錯 所以剛剛應該要先加註解 不過註解可能字太多了 不過還是建議 即便是字很多 我還是建議 你把聚集錄製完之後 還是要加一下註解 否則的話 你以後回頭看那個聚集 你可能會看不懂 到底這是什麼東西 好處就是 如果你註解加上去 以後你寫再多的程式 也不用擔心 那我剛剛如果要正確的話 可以把第三 搬到第四的下面 這樣就OK了 執行的話呢 它就會自動幫我 產生我要的最後結果 但是這邊還是有一個問題 你如果現在在執行的話 可能還是會卡住 為什麼卡住 執行一下 序執還是第二 還是第二 所以其實序執二 序執二 Distination 那你放在第幾個應該是OK 所以那假如以後你要放第一個的話 你應該在序執一 這個Distination Table Distination 選擇的是你要放在第幾個工作表的哪一個位置 所以你會發現我如果放第一個 序執一有沒有 執行 他說取代目標是否取代 所以這裡好像就是 如果你要第一個好像會有問題 所以取消一下 看一下 所以這裡的話好像還是不能低 不然它會出現取代的狀態 那不然的話我們還是要 所以這個地方把它 關鍵就是這一個 第二個工作表的A3儲存殼 把它執行一下 OK 沒問題 那再來的話 可能同學會想說 那如果我今天不要放A3 我要放A1 我可以 其實如果你把這邊改A1 再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他就從什麼 從那個A3幫我搬到A1 有沒有 這個地方 OK 而且你會發現他永遠都放在第二個工作表 Shift 2 OK 如果你放第一個好像剛剛有出問題 不過這個再看一下 但是如果說將來 我在我的講義裡面是寫說 乾脆就把它放到最後面 放到最後面 這寫法 可能又多寫一些程式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參考一下我講義裡面 如果你要把它寫到最後的話 就是這樣的寫法 那裡面關鍵就是說 在Add 你可以跟他講說 我要放在哪裡 我要放在最後面 所以這邊的話 Add 他預設是新增到前面去 但是我今天希望新增到最後面去的話 那你就是再加一個空一格 加一個After After指的是什麼呢 最後面那一個 冒號等於是參數 跟他講說在哪一個最後面 在最後的那一個的後面 意思就是說 幫我填到就是最左邊的意思 最右邊的意思 去詞 刮鬍 那哪一個 你就告訴他最後 最後一個 我不知道哪一個 你可以用去詞 裡面有個方法叫點Count 點Count 意思就是說 這個工作表裡面總共有幾個 反正你就告訴我 比如說有10個 那Add之後呢 他就幫你放到第11個 後面 就是第10個的後面 那就是第11個的意思 所以幫我填到最後面一個 那以後的話 你就把 這個2把它改成什麼 把它改成叫 一樣改成叫旭連Count 意思就是說 反正我新增了一律到最後面那一個 那我將來呢 那個要放的也是最後面那一個 所以這邊的話 假設另外一種寫法 一勞永逸的寫法 就是增加這個 最後面 最後面 然後哪一個 就是幫我再加到最後面去就對了 就對了 我們來試一下 那這個地方 因為太多個 把前面的先刪掉一下 這個先刪除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如果我剛剛補了這兩行 這個AFT Share.Count 然後呢 我就在最後面那一個幫我放 OK 那是F8好了 我豬航跑 新增一下 那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他幫我產生了一個工作表11 這個已經是最後面一個了 所以如果要針對他去做一個Catch的話 那我其實可以指定什麼 序齒哪一個 最後面那一個 所以現在序點看 裡面應該是1234 所以第四個A1 我把它按F8 OK 所以這樣子應該就沒問題了 所以這邊加一個 再加這個 這樣子的話呢 基本上這樣的寫法 就一勞容易 比較保險 不然的話 有時候你加到第二個 一直加一直加 可能位置會跑掉 倒不如直接加到最後一個 只是說 這邊可能要 再把程式補上去 Share.Count 這個敘述 那後面的話 理論應該OK 把它跑一下 然後我就增加 裡面的技術結果 並且把列放上去 OK 好 這樣就大功告成 應該沒有加太多 只是說 對於沒有寫程式的經驗 的同學來說 應該是有點困難 如果有問題的話 請各位參考一下 那個講義裡面的第80頁 OK 我主要 特別注意 關鍵就是 請你把第三跟第四 兩個顛倒一下 把第三個放在這邊 OK 這一段 兩個顛倒一下 然後呢 把這個add 後面加這一行 然後 什麼呢 Table Table Destination 補上這一行 OK 好啦 這個 請各位試一下 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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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